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表示羡慕嫉妒很 神秘食材大精密 特殊的减肥食谱 让他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同样享受健康身材 带来的愉悦 真是话不说不明不短不透 砂锅一辈子不打工不漏 人家要这么说的话 咱还真想不到 一家乱真的低品扣肉 神奇的豆浆巧搭 让你想不受都难 超级饱富的爹卡食材 究竟又能带来 怎样的减重功效 它的能量是0.26千卡 接近0卡路里 减重期让人敬而远之的小零食 竟也能亲手制作 就让一整期的美味减肥食谱 惊艳您的味蕾 您能相信 这两张照片上的竟然是 同一个人吗 他曾是一位体重 接近300斤的憨厚胖哥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竟然在短短数月之内 甩掉了100多斤的坠肉 彻底摆脱了臃肿身材 那么曾经的超重胖哥 究竟是如何快速地 减掉了百余筋坠肉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 探索减肥达人 快速减重的奥秘 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真知 各位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天津卫视为您推出的 实践出真知 欢迎各位团员 欢迎大家 片子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 减肥达人曾经300多斤 半年的时间减了100多斤呢 对 其实有这个证物在这 但是我还是不太相信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咱们瞎操什么心啊 咱们这么瘦 说人家减肥的事干嘛呀 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俗话说吧 这三月不减肥 四月突伤悲 五月突伤悲 六月突伤悲 永远都伤悲啊 所以说咱们要控制好体重 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体态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减肥啊 其实呢我倒也是很想减 但是这减肥呢 它这个得忌口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就没什么信心减了 不用忌口啊 我们减肥达人 就是吃着减肥 你看看 我都吃了减肥 减肥啊 别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实践宝典 了解实践未解之谜 真假肉食大比拼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春季到来 天气渐暖 随着义务的减少 一些胖哥胖妹们的烦恼 也随之而来 减肥作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再次被人们提上了一成表 但是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如此之快 工作量大 运动时间却又十分有限 而春天 恰好又是食欲最旺盛的时候 这时候要控制饮食 减脂减重 寒和荣誉 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了 我们的减肥达人真的就做到了 在短期之内甩掉坠肉 那么 在减肥的艰难道路上 它究竟又有什么秘诀呢 300斤的时候 走到大街上 其实回头率还是蛮高的 当时我在学校 属于全校第一胖 那如果打车 你像我当时坐在副驾驶的时候 那个司机有时候都挂不着党 因为我肚子太大了 为了减肥 张长青无数次下定决心 无数次尝试 甚至一度想彻底放弃减肥 但是作为大学全校第一胖的他 实在是难以接受自己的体重 其实我下定决心减肥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为健康 班里当时有一个朋友 比我轻四十多斤 他是得了胆结石和脂肪肝 那我当时心里面 其实还是比较恐怖的 我觉得我比他重四十多斤的 我怕有一天我会顾他的后尘 经历一次次的失败之后 张长青终于减肥成功 半年的时间 他从将近三百斤的用种身材 恢复到了如今 一百四十三斤的正常体重 足足甩掉了一百五十斤左右的坠肉 成为地地道道的减肥达人 那么在减肥这件事情上 他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其实减肥的方法有很多很多 但其实无论你怎么减 你也逃离不开合理的饮食 加上适当的锻炼 而我还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了一个 用假肉代替真肉的 这么一种饮食的方法 什么 用假肉代替真肉 我们都知道 好多旅自减肥失败的人 也都是败给了自己的这张嘴 爱吃肉 甚至只吃肉的 也大有人在 但是 这假肉又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回到演播室 为您一一解答 用假肉替代真肉 这是秘诀 有疑问 这假肉它也是食物 不吃能剪下来都不错了 何况它还吃 所以这事靠谱嘛 人家都有活生生的栗子 摆在那了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这个假肉和真肉 这个味道 它到底差这个多大 你这个很好吃 这样吧 我还是来问问 我们这个实践顾问 好吧 有请焦通老师 实践顾问 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 焦通 焦通老师 刚刚在片子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用这个另外的食物 代替肉食 然后半年的时间 在300斤当中 减得了100多斤 太神奇了 这个呢 看着是很神奇 但是 做起来并不难 怎么整难 实际上呢 我们只要把算术题做好了 我们这个减肥就很容易 不可能 我小时候就是数学科代表 我怎么没减肥 所以这明显例子嘛 算是和减肥不搭嘎 没关系啊 这个事呢 这么跟你讲 这个能量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肥胖与否 你这个摄取的多 抛出的少 那么你一定是剩的多 对 这是最简单的 做成加法了 囤移脂肪了 而如果你摄取的少 消耗的多 做成个减法 你本身的热量啊 包括你的脂肪 都会往下减 这就是我说的算术题 其实就是那两句话呀 管住了嘴 迈开了腿 是吧 实际上李然认为 她自己是吃的多 但是吃的多 跟胖还不是一个概念 我举个例子吧 我们这呢 有大半盘的这个红烧肉 还有呢 这个一整碗的米饭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李然 他们两个给你吃一顿 你能吃饱吗 半饱 要是再有点别的菜 差不多了就 所以说 你的胖是有原因的 按照我们的数据分析 每100克的红烧肉 最少它的热量 也要高于220千卡 而这一碗米饭呢 怎么样 100克的话 它只有116千卡 那李然 你吃红烧肉 你怎么也得吃 将近半斤到一斤吧 其实他应该半头到一头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 你一顿饭的热量 就超过了1000千卡 简而言之 你走路 慢走的话 走7个小时 或者说你去爬泰山 爬6千个凳 你消耗的热量 差不多是1000千卡 您说的这个道理是没错 但是刚才李然说了 她只爱吃肉 你让她蔬菜吃饱 她心情不好 她也不干了 那今天咱们就与这个李然 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李然比平常人 或者是一般的常见的女性 更难以减肥 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 她没有办法节食 她管不住嘴 第二点 她平时所需要的能量 和率高一些 因为男人本身就比 像孟敲这样的女生 需求都要高 需求高自然吃得多 这是一个人类的本能 对 第三个就是 她本身希望吃更多的肉食 肉食的需求量也高 这三点加在一起 李然这个肥就不太好讲 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 把假肉做得跟真肉一样 你的能量就低了 吃得多你也不会太胖 好 既不亏嘴 又要健康减肥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究竟有什么方法 能让正在努力减肥的人 既吃得饱 又能减脂减重 在研究以假肉 代替真肉的饮食食谱中 我最常吃的就是冬瓜 那么我们知道冬瓜 它具有很多的营养素 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维C原素B1B2B3的含量 是比较丰富的 同时我们冬瓜中的 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 这我们从冬瓜 那个丝状的结构 就能看得出来 所以说在减肥的时候 多吃些冬瓜 无论是从营养素的摄取 还是促进我们减肥的角度来说 都是非常有效果的 为了让大家更形象地看到 我们平时所吃的食物热量 我们以比较常见的一道菜肴 扣肉为例 来做热量拆解 做扣肉所需要的主要食材是 猪五花肉500克 以及色拉油250克 每100克猪五花肉的热量为 568千卡 每100克色拉油的热量为 898千卡 如此算来 已经远远超过了 一个成年人每天的基础代谢 所需要的能量 那么咱们的减肥达人建议的 用假肉代替真肉的方法 是不是能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用冬瓜 来做一道瘦身美食 素扣肉 用冬瓜做扣肉 这不可能吧 虽然我们都知道 这冬瓜除了不长肉之外 还有沥水去湿气的功效 尤其是对肥胖人群中的 瘫湿体质 更是适合不过的食物 但是这冬瓜可是水汽十足 怎么能做出肉的效果呢 制作素扣肉选择的冬瓜呀 最好选用老冬瓜 因为它呢 纤维更丰富 口感呀 更有嚼劲 减肥达人告诉我们 用冬瓜做的素扣肉 热量低到 您难以想象 因为制作素扣肉 使用的500克冬瓜 热量只有60千卡 加上烹制时 使用的50克橄榄油的热量 整道菜肴的热量 还不足真正扣肉的 一分之一 不仅如此 用冬瓜制作的素扣肉 无论是外形还是味道 绝不逊色于真正的扣肉 甚至已经超越 真正扣肉的口感 那么这样一道 减肥健康又美味的素扣肉 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 制作素扣肉 需要的食材是 老冬瓜 香菇 橄榄油 首先我们将冬瓜 去皮改刀 切成一厘米宽的厚片 接下来 我们的减肥达人 就有一个小窍门 和您分享了 冬瓜在切片之后呀 我们最好用盐 腌一下 这样的话呢 使里边的水分呢 尽量排出 那当我们下油锅煎的时候呀 就更不容易吸油了 在等待冬瓜腌制的时间里 我们来处理香菇 香菇切断改刀 成为香菇块 我们都知道 扣肉又叫梅菜扣肉 一般都选用梅干菜 垫在肉下面 但是由于梅干菜 非常吃油 所以我们选择了 口感更接近肉食 热量也相对较低的 香菇铺底 这样的搭配 也能够达到 利用假肉 代替真肉的目的 冬瓜腌制完成之后 我们将腌好的冬瓜进行煎制 在这里需要注意 我们制作扣肉 只需要使用的是 少量的橄榄油 待油温八成热时 将腌好的冬瓜放入煎锅 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 我们在对冬瓜进行煎制的时候 使用的是平底锅 一来平底锅有利于冬瓜均匀受热 另一方面 需要的油量更少 也减少了油量摄入 冬瓜煎制两面金黄后取出 接下来用煎完冬瓜剩余的底油炒香菇 将香菇倒入煎锅 加入少量盐 增加体味 待香菇变色便可取出 取一个直径15厘米左右的蒸碗 将冬瓜依次码放在碗中 在码好的冬瓜片上倒入香菇 直至装满整个碗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制作 素口肉的汤汁 在热锅中倒入少量橄榄油 加入两片姜片炒香 之后加入两勺蚝油 一勺老抽 盐半勺 大火烧开后 将汤汁倒入码好食材的碗中 冬瓜和炒好的香菇 码在碗中之后 要进行15分钟的蒸制 目的就是让冬瓜里面的油渗出来 在蒸制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直径大鱼蒸碗的盘子 在里面铺上生菜垫底 15分钟后 将蒸好的食材取出 将蒸碗中剩余的汤汁倒入锅中备用 将蒸好的食材倒到垫好生菜的盘子中 慢慢揭开蒸吧 怎么样 这道速扣肉是不是已经出现出形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制作 浇汁 我们在制作速扣肉浇汁的时候 我们不采用勾芡的方式 要采用大火收汁的方式 这样的话呢 就会使我们摄入的淀粉量减少 更适合减肥期间使用 将煮好的汤汁均匀地浇在扣好的速扣肉上 这样一道咸鲜适口 香气扑鼻的速扣肉就完成了 怎么样 如果不告诉您 这道菜是用冬瓜制作的素食 您是不是真的以为 这就是一道扣肉呢 不仅如此 您一定也想象不到 它的味道比真正的扣肉 还要过瘾 看这晶莹剔透 知谁满意的样子 怎么样 电视机前的您 是不是已经实质打动了 大家也看到了 简简单单的冬瓜 确确实实能够做出 这个扣肉的感觉来 满足这些肉食动物的需求 这个真是话不说不明 目不转不透 杀锅一辈子不打都不漏 人家一样是不说的话 咱还真想不到 说能拿冬瓜做出肉的感觉来 你们看见了拿冬瓜 代替了肉 但是我发现它的油 它也是橄榄油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 说这个橄榄油的油脂 它是迄今为止 被认为最适合人体 食用的这个食用油 对 而且听说 它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 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 所以把这个天然的营养成分 保存得非常好 实际上刚才大家说的呢 都是有道理的 那么这里我就总结一下 橄榄油的特点 第一点 橄榄油中含量最多的脂肪酸 叫油酸 能占到70%作用 它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它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种 它对于我们保护心脑血管 有很好的作用 同时吃了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排掉这些饱和脂肪酸 从而也一定程度起到了减肥的作用 俗话说得好啊 这人要是不吃饱了 可是没有力气减肥的呀 李然我跟你说 你别找借口 但真的顿顿吃饱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减下肥呢 对不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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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不把这减肥达人 那点减肥秘籍 说出来你们俩是不会善罢甘休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打开实践宝典 了解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豆浆减肥法 这豆浆能减肥吗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政治 随着减肥大军的日益壮大 一种新的减肥方法 最近悄然流行 这就是豆浆减肥法 说起我个人的减肥方法呢 我建议呢 用粗纤肥代替主食 少食多餐的方法 那么这其中呢 我最常喝的就是豆浆 有人说豆浆减肥法 是工作期间减肥力气 但同时也有人说 豆浆减肥根本不靠谱 那么这豆浆减肥法 究竟怎么样 又能不能起到减肥的作用呢 我们还是回到演播室 让专家一一为您解答 豆浆减肥 各位怎么看的 这个豆浆减肥 我还真的听说过 但是至于靠谱不靠谱 没有试过不知道啊 豆浆它的确是 具有一定的减肥的效果 说豆浆 咱们就得先从黄豆说起 黄豆它属于植物性的食品 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 并且既有可容性的 也有不可容性的 不可容性的 举个例子 我们明天有个说法 吃豆什么多 屁多 那实际上这个气体 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由于豆类 特别以黄豆为主中 它们的膳食纤维 在肠道里进行发酵 发酵过程 就是促进我们排泄的过程 排气 排泄 都是往下排 所以说吃豆 你屁自然多 就是因为膳食纤维的作用 第二个作用 我们都知道 动物性食品中 是有党固醇的 对 而恰恰是这个豆类 黄豆中 没有党固醇 但是它有什么东西呢 叫植物固醇 也叫植物栽醇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进入体内 在肠道中吸收的时候 人体是分辨不出来 你吸收的是党固醇 还是植物固醇的 它可以蒙控过关 进入人体 并且进入人体之后 这个植物固醇 挤占了我们 这个党固醇的名额 但是它不会增加 我们心脑血管的 这个压力和风险 直接就被排出去了 所以说 吃黄豆中的植物固醇 有降低党固醇的作用 好 这是第二点 对 第三个特点 也是我们最常见的 豆浆里面 还什么最多 水 水 没错 你喝了豆浆的时候 它就会帮助你体内 多余的水分排出去 所谓的利尿消毒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 通过这三点 我们就能知道 豆浆真的是减肥的力气 老师说的真的是 让我幸福了 但是现在这豆浆 品种很多 什么你看这有黄豆的 黑豆的 玉豆的 红豆的 大红豆 哪一种营养价值高 可以说哪一种 更适合减肥的 减肥 每个人通过不同的豆浆 都能获取到 很充足的营养 实际上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打出一杯 杂豆的豆浆 效果是更好的 但是问题是 我家没有豆浆鸡 我难道为了喝个豆浆 我再去买个豆浆鸡吗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不用豆浆鸡 也能喝了豆浆 别担心 别担心 所有的问题 我们请一位这个达人 帮助大家来解决 各位 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真知 难道不用豆浆鸡 就不能做豆浆了吗 我们的减肥达人 张长青 可是豆浆的诸实爱好者 他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有些朋友问我 家里没有豆浆鸡 该怎么制作豆浆 那我今天呢 就教大家 在不用豆浆鸡的情况下 制作既可口又美味 而且含减肥的豆浆 不用豆浆鸡制作豆浆 我们要先准备好 泡发好的黄豆 清水 以及一个搅拌机 或者打碎机 我们制作一人份豆浆 所使用的黄豆和清水的比例 是一比二 也就是一碗黄豆 两碗清水 打开搅拌机的开关 搅拌三分钟 确保所有的豆子都被打碎 三分钟后 将搅拌杯取下 把打好的豆浆倒入容器中 最后准备一个过滤网 将搅拌机中 剩余的豆浆与豆渣混合物倒出 进行按压过滤 将其中的豆渣过滤出来 制作完豆浆之后 剩余的豆渣呀 大家千万不要扔掉 因为那是减肥期间 非常有用的一种食材 一会儿 我就教大家 用剩余的豆渣 来做一道既美味 又有营养的主食 将豆渣全部过滤完成之后 一碗浓稠的豆浆 就基本完成了 但是要注意 这时候的豆浆 还是生豆浆 是不能食用的 因为大豆中 含有一蛋白霉抑制物 细胞凝集素 炸素等物质 这些有的物质比较耐热 所以食用生豆浆 或者半生熟的豆浆 就可能引起中毒 所以喝豆浆之前 一定要彻底煮熟 在煮制豆浆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用大火烧开 煮15分钟以上 才可以食用 当生豆浆 加热到80摄氏度 到90摄氏度时 会产生大量的白色化墨 很多人以为 这时候豆浆已经熟了 但其实这是一种 加费现象 此时的温度 还不能够破坏 豆浆中的灶带物质 所以生豆浆 一定要煮至15分钟以上 确保豆浆完全煮熟 才能食用 豆浆制作完之后 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食材 就可以制作出一顿 超级饱富的 纤维素早餐 我经常和豆浆 一起搭配吃的 就是香蕉和燕麦 香蕉 豆浆 燕麦 都是纤维素超多的食物 所以豆浆和香蕉搭配食用 可以起到清理肠道的效果 饱腹感也非常强 是减肥期间 早餐的不二选择 豆浆是制作好了 但是食用豆浆减肥 每天会产生大量豆渣 扔掉是不是就太可惜了 豆渣中含有丰富的植物固屯 它能抑制党固屯 在肠道的吸收 降低了血液中党固屯的含量 同时也就起到了 很好的减肥作用 不说不知道 这些原本都要进入垃圾桶的豆渣 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处 但是究竟又该 怎么把它们利用起来呢 现在我就教大家 用刚才煮豆浆剩下的豆渣 来做一道主食 豆渣糊饼 虽然是豆渣做的糊饼 用油极少 却也能色泽金黄 香脆可口 轻轻一掰 里面更是内容丰富 还等什么 我们一起去学一学吧 制作豆渣糊饼 原料包括海鲜味极致的虾皮 蔬菜鲜味极致的韭菜 动物蛋白超高的鸡蛋两个 还有鲜香营养的豆渣 首先将鸡蛋打散 取热锅 倒入少量橄榄油 带油热后 将鸡蛋倒入翻炒 在炒蛋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停地搅动 将鸡蛋翻炒成为小块 快速装碗备用 紧接着将虾皮倒入刚炒过鸡蛋的热锅中 用炒鸡蛋剩余的底油翻炒虾皮 直至虾皮变干变色 装盘备用 将洗净的韭菜切寸段 把韭菜以及炒好的鸡蛋和虾皮 倒入盛放豆渣的容器中 放入四勺清水搅拌均匀 我们在制作豆渣糊饼的过程中 可以不放或者少放盐 因为虾皮本身是含有盐分的 在高盖低盐的基础上 可以有效地防止韭菜出水 准备煎锅做热 加入底油 带油温六成热的时候 将搅拌好的豆渣糊放入煎锅中 用勺子把豆渣糊按压铺平 成饼状 烙至两面金黄 表面微糊 就可以取出食用了 有人可能会担心 吃用油煎的糊饼会不会长胖呢 其实介绍减肥餐 我们食用的油都是橄榄油 而橄榄油中的蛋不饱和脂肪酸 对减肥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所以在烹制的过程中 只使用少量橄榄油 是不会影响减肥效果的 金黄诱人的豆渣糊饼 不但鲜香适口 不论是热吃还是良知 都是外焦离嫩 味道夜长鲜美 不仅如此 这样的主食综合了低热量 高纤维 高钙质和动植物蛋白的巧妙搭配 不愧是减肥期间 最营养 最美味的减肥餐 大家看主席也有了 再加上适当的运动 里然减肥不成问题 说实话 我这个对美食确实 这个还是有挺高的要求的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 有有有有 还提出其他要求 对 其实我是很能理解 它的苦楚的 毕竟单一的食材和重复的食谱 我们都忍受不了了 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 你要保持身材 所以没想了解更多 健康减肥保持身材的好方法 但说保持身材 这点我觉得我做得还不错 数十年如阴日是吧 我已经做得相当好 好了 这大家都已经提出要求了 那我们也是满足大家好吧 打开我们实践宝典 了解下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接近零卡路里的减肥利器 接近 零卡路里的减肥利器 我觉得这不可能存在 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 这样东西 有什么食材 可以说接近零卡路里 对 确实想不到 确实想不到 接近零卡路里 什么味儿啊 还是想吃 其实我个人 我是特别主意看 卡路里的那个事情 但是这个零卡路里的事情 我真的一点都不清楚 大家就好奇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另一位减肥达人 让他呀给大家 说道说道 各位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真知 恶魔多姿 充满意欲风情的肚皮舞 近几年十分火热 无论是健身房 还是各档娱乐节目中 我们都经常能看到一些 妖娆舞昧风情万种的 肚皮舞表演 但是如果我告诉您 您眼前这位身材窈窕 妩媚动人的肚皮舞舞者 之前竟是一个 体重近两百斤的胖妹 您相信吗 别看我现在身材还不错 曾经我是一个 一百九十多年胖子 我们的达人小彤 目前是一位肚皮舞老师 虽然他也承认 自己曾经是个胖姑娘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想象 眼前这个面容娇好 楚楚动人的女孩 以前究竟是什么样子 胖的时候逛街 也基本上不喜欢去逛 去了也买不到 你能穿的衣服 说你胖 说你体粗 说你这个那个 觉得没有自信 我一定得瘦下来 说起减肥这件事 小彤经历的 要比一般减肥的人 复杂得多 因为她不但曾经经历过 从暴肥到病态暴瘦 还体验了 从暴瘦再次胖起来的 痛苦过程 我一米七四 当时最瘦的时候 瘦到了八十多斤 然后爸爸妈妈 就看到我这个状态 觉得特别担心 就是强行地让我休学 逼着我吃东西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 就这么一直吃 半年又胖回去了 又胖到了一百九十多斤 然而就是在经历 反反复复地胖了瘦 瘦了胖的过程之后 小彤竟然又在 短短的八个月时间里 成功减重 这一次 她不但瘦了 而且还健健康康地 瘦了下来 那么在经历了 无数次减肥折磨的她 究竟是怎么样做到 在短期内健康减重的呢 你像每天我们要工作 要学习 怎么能饿肚子地去工作呢 对吧 怎么样才能够 既吃得饱 又能够减肥 后来好不容易 找到了一种食材 那就是磨浴 其实磨浴这种食材 并不少见 但是磨浴 究竟有什么神奇功效 我们还是回到演播室 让专家为您解答 你们相信吗 原来窈窕妩媚的这个舞者 近来原来是 重达200斤的一个 他胖个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 我表示羡慕嫉妒了 你们可他羡慕你 各位谁有他电话呀 干嘛呀 我没别的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交流交流怎么减肥 你得了吧 还没什么意思 你就是看上人姑娘了 这个磨浴是什么东西 我最很神奇的样子 磨浴它的学名叫蒟若 它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后来闯入中国 那么实际上 磨浴最主要的特点是 它富含膳食纤维 低糖 低脂肪 第二点 磨浴的吸水性和保水性特别强 只要磨浴遇见了水 马上膨胀 它的膨胀系数能达到80到100 进入胃里之后 它还能进一步的吸水膨胀 进一步增强了饱腹感 这个蒟若呀 我倒是经常的在一些四川火锅当中啊 说是建的 这个叫磨浴豆腐 是我们经常建的 把磨浴呢 经过一定的处理的 变成豆腐块一样的形状 磨浴豆腐 它不是豆制片 同时也不含淀粉 没有淀粉 一百克的磨浴豆腐 它的能量是0.26千卡 0 干什么说接近零卡路里呢 但是这磨浴算是一种偏门的食材 但是对于这个减肥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这个达人 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 各位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真具 我吃磨浴啊 通常情况下会代替一顿正餐 或者是餐前食用 这样的话 能够减少一顿正餐的热量摄入 坚持一到两周 就会有明显的减肥效果了 今天我们的减肥达人小童 就要用专家推荐的磨浴豆腐 给大家制作一碗减肥早餐粥 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磨浴豆腐 切成一直宽的粗条 再改刀切成寸段 将切好的磨浴条 放入搅拌机中 按照1比1的比例 加入清水并打碎 称为护状 将打碎的磨浴壶 倒入锅中加热 煮至5分钟 将煮好的磨浴壶倒入碗里 根据个人口味 可以加入少量的盐 这样一碗减肥饱腹的磨浴皱 就做好了 市场上的磨浴豆腐 分为白色和灰色两种 口感和效果的区别并不大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决定使用哪一种磨浴进行制作 另外 磨浴虽然热量低 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但是由于它还有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极少 不能满足每日所需的全部营养 还是需要注意 搭配瘦肉 豆制品 或者少量主食一同进食 才能保证减肥期间营养均衡 我们的美食大人小童 今天就带来了她的磨浴减肥食谱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道既美味又瘦身的美食 磨浴烧素鸭 磨浴烧鸭这道菜我们倒是听说过 是川菜中的传统名菜 但是小童所说的磨浴烧素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我们使用的素鸭是一种豆制品 使用豆制品素鸭和磨浴搭配 不但丰富了植物蛋白的摄入 还能够丰富菜品的口感 另外豆制品素鸭本身也属于粗纤维丰富 热量又极低的食材 所以减肥期间可以放心食用 制作磨浴烧素鸭 我们要准备的主要食材 有磨浴豆腐250克 以及素鸭100克 将磨浴豆腐切成一纸宽的粗条 再改刀切成寸段 在锅中加入清水烧开 将磨浴豆腐段放入锅中进行汆烫 在汆烫磨浴豆腐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锅里有一个白色的小包 这究竟是什么呢 小童告诉我们 这是他烹制磨浴室的小窍门 而这个白色小包里装的就是茶叶 把茶叶制成茶包放入开水中 与磨浴豆腐汆烫两次 这样就能去除磨浴豆腐的杂味了 当汆烫磨浴豆腐的水出现茶色之后 再煮两分钟 此时磨浴豆腐已经无为八百 这时就可以将磨浴豆腐捞出备用了 接下来就是炒制的过程 在锅中倒入少量橄榄油 放入葱花 爆香后倒入素鸭 翻炒后加入两勺酱油 我们在炒制素鸭的时候 就加入了酱油 这样看起来素鸭会更像肉一些 待素鸭上色之后 倒入汆烫好的磨浴进行翻炒 之后加入料酒 在素鸭和磨浴豆成熟之后 加入盐 待大火收汁之后 这道磨浴烧素鸭就可以装盘食用了 有了这道菜 让您在减肥期间 不必再忍受挨饿的痛苦 品尝美味的同时 又能瘦身减肥 真可谓是一道 美味和身材都不辜负的双赢大菜 磨浴的确实非常好 尤其是在减肥期间用做减肥 值得大家推荐推荐 我觉得吧 刚才你们都说的是一些什么主食 还有些炒菜 蔬菜 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因为我这个人生活得比较精致 平时除了一日三餐 还要搞一些小甜点什么的 是不是要吃一吃 您看比如说 我就会随身携带这些小零食 哪来的平时 你说说正餐一定不辣 而且量比我们都大 还吃上小零食 你能瘦得下来吗 老师 我想问一下 那个用魔芋 可以做掉零食吗 当然可以了 有很多零食是拿魔芋做的 行了 各位 所有的问题都摆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请达人 帮助大家统一地来解决一下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实践出政治 零食对每个希望 瘦下来的人来说 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但是用魔芋制作的零食 不但能够在减肥期间增加饱腹感 还能够解馋 如果您是对零食特别偏爱的减肥人群 接下来小童叫我们 用魔芋制作的这个小零食 您可千万不能错过 今天我就教大家一种 用魔芋来制作的小零食 魔芋果冻 用魔芋制作的果冻 静音剔透 口感层次丰富 果冻入口即化 魔芋筋道又嚼劲 非常像我们平时吃到的椰果的口感 但是热量却比椰果低得多 这样一款外形可人 口感润滑的魔芋果冻 是不是已经让您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一尝了 马上跟着我们一起来制作吧 通常情况下大家做果冻 会需要穷纸来做 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种 更容易找到的东西 来代替穷纸制作果冻 制作魔芋果冻 首先要准备白魔芋一块 橡皮糖10克 以及做果冻需要的模具 或者小茶杯等容器 使用橡皮糖来做的果冻 不但Q弹美味 而且方法特别简单 有的人可能会担心 这不是介绍减肥期间的小零食吗 这橡皮糖是甜的 用它做果冻减肥期间能吃吗 其实您大可不必担心 因为每100克橡皮糖的热量 大概是300千卡 在制作魔芋果冻的过程中 我们只要使用10克左右的橡皮糖 搭配100毫升的清水 就可以制作出 普通大小的10个果冻 每个果冻的热量 已经远远低于 您从超市购买的成品果冻 在馋临时时适当食用 既解了馋 也不必担心 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会长胖 绝不失为减肥期间的临时首选 首先在锅中加入100毫升清水 待水温渐渐升高 锅底出现气泡时 加入10克橡皮糖 这里要注意 一定要温水化开 水温太高 容易让橡皮糖粘锅 不断搅动橡皮糖 直至完全化开 放置冷却 将白魔芋切成细条后 改刀切成小粒备用 接下来 将冷却好的果冻液 分别装入小茶杯或者模具当中 最后 在果冻液中加入切好的魔芋粒 制作魔芋果冻的准备工作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把装入模具的果冻 放入冰箱三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享用美味了 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将已经完全凝固的果冻 取出就可以食用了 还等什么 赶快亲自试一试 您亲手制作的魔芋果冻 我们叫的口号是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真实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再见 欢迎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 完整视频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等大力支持